今天要採訪的是小豬豬衛銘 小豬,你好 你好… 恭喜你了 不會了 談一下,今天這場比賽 終於終止了球隊的七連敗 這種七連敗的壓力是不是很大 那終於是終止連敗了 你也拿到滲頭了 這種心情又是如何呢 那種壓力我不會講 只是說上次丟球 就每一顆每一顆的 就很小心翼翼地在那邊丟 然後想好再出手,這樣就好了 特別要請你談一下 就是對上老同學 跟你一起睡覺 會一直吵你的林志盛 今天對他投的是特別小心嗎 投了兩個寶宋 你好,有聽到嗎 有… 對… 吹吹吹吹 你好,對林志盛的投球 可否跟我們講一下 可能… 聽得不很清楚 我志盛的投球的內容 就是這幾個打球 在丟他有比較散一點 可能是因為他是比較長打者的打者 如果有速度和力量的打者 今天扶手的外角也好 內角也好 甚至變化球的搭配 其實今天有內角球的效果 才會把整個藍牛熊的打線 對,我們打架之下 所以內角球投得很好就對了 對… 那你對林志盛的投得比較散一點 對,比較散 你就不怕陳金鋒了 因為…怎麼說 每個打者的一種習性 因為從投球看上去 打者站的角度也有差別 那最後你有否很緊張 林月平、大餅前兩場都救援失敗 九局下半年有否很緊張 不會,我還是很信念 我們後面的投手 我完全相信他們 真的嗎 對 好,那從後援到先發 那未來你自己比較喜歡先發 還是中繼後援 其實…都沒差了 都沒差 對,都可以了 幫助球隊贏球最重要 對… 好,謝謝朱衛銘接觸採訪 希望你繼續加油 你辛苦了…